在国防部长人事底定之后 军方又出现了人事大震撼 陆军司令李祥咒申请退役 还扬言不接受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职务安排 国防部长延明虽然未留 但是呢现在却传出了 李祥咒向延明请辞的时候 延明立刻答应 马总统出手才未留 原本呢是参谋总长热门人选的李祥咒 却因为红仲秋案由红翻黑 红仲秋王子军中 陆军司令李祥咒 7月18号召开记者会出面道歉 也说负责到底 其实前一天 他就向当时的国防部长高华柱 请辞被卫留 没想到8月8号 他又向新任国防部长延明申请退伍 这是第一次有陆军司令提前且主动升退 陆军司令李祥咒上将 他曾请国防部办理退伍 那有关本案的延部长已经予以未留 他期望李司令能够继续为国效劳 国防部特别召开记者会 说明国防部长延明未留李祥咒 但其实两人从红仲秋案发生后 就传出刀光剑影过招 红案发生初期 高华柱人出国 延明当家 国防部不准陆军再针对案情多说话 接着延明又拍板陈储名单 连陆军司令李祥咒都被计申戒 引起军中哗然 接着六军团颁发金钟状给红仲秋IP 国防部却主动说明是陆军的主意 8月8号李祥咒向延明口头申请提前退伍 传出延明当场就一口答应 如果说是第一时间能处理好 其实陆军司令他不应该要接受这么严厉的处分 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李祥咒李司令他是一个非常内敛 而且非常低调 也非常负责任的一个将领 他绝对不是一个恋战官位的将领 曾经是李祥咒上司的胡政浦为李祥咒暴曲 但国民党立委还是有人对李祥咒 这时的大动作看不下去 那现在金钟是正乱的时候 那应该是要稳定精心的时候 应该李祥咒应该帮总统 好好的稳定精心 假如真的说想走 那你等那个军队稳定了以后你再走 你在这个时候是那个总统最需要他 那个军队最需要他来稳住的时候 提出辞呈 他总统已经很没有意气的 对总统的一点忠诚度都没有了 那我是觉得马总统应该不应该留他 李祥咒要走人 国防部随即也发布陆军副司令 颜德发接国防部副部长 颇有安抚陆军的意味 只是李祥咒抛下了震撼弹 怎么收拾 就看三军统帅马总统如何出手 明天新闻中报道